我簡單講一下就是說聲音聽起來會拖泥帶水 就是其實就是聲音沒有變化 就是說例如你的聲音大小聲一模一樣的時候 就從頭到尾都大小聲一模一樣 他就會聽起來是拖泥帶水的感覺 那如果就是說有變化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例如我後面都會比較輕 然後基本上這兩種用力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應該說每個初學者其實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你會認為當琴要發出聲音的時候你就要用力 然後沒有發出聲音的時候就停下來 那這個想法其實就聽起來非常合理 實際上我們在拉琴不會這樣子 就是說我在另外一個影片其實有講到 就是說拉琴很像這樣 就是說譬如我弓這樣子 然後我把力量放掉 他會自己就是利用地心裡盪過來 所以一樣我們手也是會這樣 就是我現在先準備好 然後這邊固定 然後這邊力量放掉 然後會這樣過去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形容方式是說 就是我先準備好力量 然後我是把力量放掉 所以弓拉過去 所以不是在拉的時候出力 那所以就是因為你在拉的時候出力 就會聽起來聲音是比較緊的 那如果你是拉的時候沒有在用力 所以聽起來聲音會放鬆 然後這兩種拉法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 這一種我剛剛形容就是說 放鬆拉法 它其實你必須要在還沒拉之前 就先準備好你要拉的力量 或者是說你先想你要拉的距離 因為它是利用比較像慣性的方式 就是說例如 我如果給我工作到這邊 那它這樣盪過去就會這麼遠 那我如果把支點擺在這邊 它盪過去就會比較近 所以 就是說給我拉一個長音 我先想好它要拉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這樣盪過去 就這樣 so 那如果這樣拉比較短音 就是給我把支點射在比較近的地方 這樣子 它就會是比較近的感覺 就是例如長音就是這樣 然後短音是 那總之就是不是 這樣就是一直在出力 那這樣 這樣也是一直在出力的 那你可以感覺到 我會有這個擺動的感覺 應該就是說 像會有這種感覺 是因為這樣會讓動作比較順 簡單的說就是說 譬如像我要這樣當過去的時候 我如果稍微 稍微這樣抬起來再下去 它一開始就會有個比較順的速度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它其實一開始 就是下去的速度會比較不順 所以 所以我們都會利用 簡單說是利用慣性啦 就是說我們利用譬如地心 你就可以擺動 讓你的手出去 所以不是用肌肉力量去控制 所以每根音都是這樣 因為我設定我擺動到這邊 所以我後面就不會拉 然後你現在聽到慢速 你會覺得聲音是斷掉 但是我當我連續它的時候 看看這樣子能不能感覺到 就是我講的那個力量的變化的感覺 然後它要更聲音的造成效果 然後它要更聲音的造成效果 你以為你是真的會的 你會覺得聲音的動作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